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一期的騎車挑戰 王元姬的刷分陣容與實戰成績 好,那第一組陣容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提供者是YCC大大 至於練度的話 首先王毅、大橋、蔡恩姬一定要誤獲 搭配三開幻武 接著豬哥果跟公孫戰的話 要求比較沒有那麼高 任何練度都可以使用看看 最後雷星趙雲、靈火到烏火 都有玩家成功打出好成績 接下來神兵的部分 目前使用下來 星庭牛刀加龍鷹槍加葫蘆 或者是星庭牛刀加葫蘆加龍鷹槍 成績其實都差不多 再來靈寵的部分 主戰我們是使用比翼 接著助戰會建議使用白虎加窮騎 目前確定這兩隻只有一星 成績也能突破5億 至於沒有的玩家只能改成 九尾加夫珠或龍象 只是成績就沒有辦法突破4億以上 接下來潛能的部分 首先公孫戰使用1311 接著雷霆趙雲使用2212 再來蔡文姬、諸葛過 都是使用1121 然後大喬使用1111 最後王毅選擇3223 那雷霆趙雲的羈絆 我自己建議選擇諸葛亮 接下來戰魂的部分 有好幾種配法 我自己會依照雷霆的練度 來做不同的建議 首先第一種是通用版 因為雷霆靈火到無火的玩家 都成功打出過高分 我們是讓雷霆趙雲選擇弱點突襲 其他角色都是使用生生不息 那我自己最好的成績是48484萬 使用的零寵是白虎五星、窮奇異星 至於有雙五星的玩家 最高成績則只有到5.1億左右 然後靈火的有到4.59億 一火的則是有到4.75億 這個第二種白法是咕嚕咕嚕所提供的 我會建議雷雲無火以下的玩家才使用 因為我自己無火雷雲完全打不出好成績 當然有可能是運氣比較差 這個白法我們一樣是讓雷霆趙雲選擇弱點突襲 然後其餘的角色都是使用聯西加護 那有觀眾留言跟我說 他是二火雷雲使用比翼主戰 搭配一星白虎加夫豬 最高成績有到5.1億左右 至於咕嚕本人則是4.68億 最後第三種白法也只建議雷雲無火以下的玩家才使用 特殊的玩家是某物跟楓翼 他們身上王毅、蔡倫機、公孫展都選擇戰役波發 然後大潮跟諸葛果都會聯繫加護 最後雷雲選擇弱點突襲 那這組陣容我看到最好的成績是 琳甲打出來的4.86億 不過他是使用白虎三星然後瓊奇異星的組合 簡單來說這三種配置都可以使用 但要注意一下雷雲練度 然後我要強調一點就是 4.51開始的成績都不容易出現 真的要運氣非常好才有機會摸到5億上 接下來是CH0專用的隊伍 不過我必須提醒一下 因為有些玩家還沒有開放靈寵 然後我在測試的時候也沒有辦法拔下來 所以就想說先提醒一下 我自己雖然可以打出不錯的成績 但神兵跟靈寵的影響確實不小 所以這點我沒有辦法保證所有人都通用 那陣容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我王元姬跟黃月英只有5星而已 其餘的都是午火覺醒 至於神兵方面 我會使用蜻蜓牛刀加虎爐加射日光 然後林寵則是比翼主戰 搭配噗出加龍象 接下來潛能方面 首先王元姬選擇2121 接著劉備跟曹操都是3232 再來元少3222 最後黃月英跟諸葛亮都是2212 至於戰魂方面 我會全部都使用弱點獨席 然後換武的話 如果曹操有就可以搭配 成績會再往上提升 那我自己使用這個陣容 目前最高是1.28億左右 至於ステージ1開始 只要把黃月英替換成曹P 其餘的都不改變 成績就可以來到1.4億左右 接著如果預算充足的玩家們 可以改成畫面中這組婦女配置 這邊感謝觀眾Kiss的提供 至於練度的話 王元姬最少要5星 然後呂布有3星就OK了 這個呂布其實是最重要的關鍵 一定要5火搭配3開換武 再來曹操的話1星即可上場 至於諸葛亮免費角 人人都有就不說了 最後的蠻鹿也是傷害的重點 我自己保守估計 應該還是5火才OK 但只要有5星 我認為就可以上場使用看看 至於神兵方面 我一樣是使用青瓊刀加葫蘆加設置功 然後靈寵則是比翼主戰 搭配蜘蛛加熊貓或龍象 接下來潛能方面 首先王元姬選擇2121 接著呂布1321 再來呂布 2213 然後曹操3222 出口量2212 最後馬鈴鹿1332 至於戰魂方面 我會全部都使用弱點突襲 練度不足的玩家們 可以適當的使用一些 聲聲不息或是連心家戶 然後換武德化 呂布屬於必備 至於呂布 我認為可有可無 因為成績都可以來到2.65億左右 不過有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們裝備上去 至於CH3的話 因為這幾天比較忙 所以沒有足夠時間來研究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我是腿 我們下次見掰囉 我們下次見